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8号突然展开访欧行程 第一站来到英国 除了获得英国查尔斯三式接舰之外 他也受邀到英国国会上发表演说 他制赠了乌军飞观的头盔 呼吁英国援助乌克兰战机 而英国首相马上宣布 要在北约标准的平台上来训练乌克兰空军 泽伦斯基接着又飞抵法国巴黎 会见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德国总理萧姿 那么这已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 泽伦斯基第二度出访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 突然展开乌尔开战后第二趟出访行程 首战他来到英国 除了觐见英王查尔斯三式 泽伦斯基还在西敏厅 对英国下议院议员发表演说 他送上乌军的飞行头盔 并呼吁西方国家交付战机 泽伦斯基努力不懈地呼吁 似乎收到了成效 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 训练乌国飞行员操作 是提供先进战机的第一步 记者会上乌克兰女记者讨报成功 泽伦斯基的暖男行径 跟招牌军律梯形成鲜明对比 闪电反应后 泽伦斯基又马不停蹄 来到巴黎拜会法国总统马克宏 德国总理肖兹也前来与会 记者会上 泽伦斯基再次呼吁提供现代化战机 德法两国领导人则异口同声的强调 将持续援污 泽伦斯基9号将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会见欧盟领袖 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 无连哲编译